我们刚刚谈到美国挥比了过去大岁 需要进入中东 花费很高的军事费用 已经成了不管是天然气还是石油 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美国应该欢庆这一刻吗 可是美国跟不上的人 美国破了地方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美国的边境问题也很严重 这个严重的原因呢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 美国是需要基层劳动力 你很难想象 美国有好几个州 目前为止 仍然允许14岁的人可以工作 也就是美国仍然在使用童工 主要是哪些地区呢 比如说开采葡萄 都是跟农业有关的 美国很多基层劳动力 像葡萄园 像这些州呢 大概都民主党的州 他们其实是需要非法移民 或是他们所谓的 进入里头的无证移民 然后用非常低的价格 后来被查出来 不管是麦当劳 沃玛还有好几家 都使用了这些 无证移民 我不说非法 叫没有证件的移民 而且没有证件移民 帮这些公司赚了几亿美元 可是美国现在跟不上的人说 就是你们偷走我的工作 可是问题是 他们也不会去采葡萄园呢 当于是美国内部呢 就发生了一场内战 这个内战呢 每天很像三国制里头的 那种斗志比赛 德州进来的边境移民 佛罗里达州进来边境移民 就一会儿送芝加哥 然后呢一会儿送 New Jersey 然后送纽约市 那不让他送 他就堵起来 纽约市刚开始 是接受了这些移民 他认为这是 他们的人道主义精神 过这段时间 一年八个月以来 有十六万的非法移民 涌入了纽约这个城市 几乎瘫了纽约市 所以纽约市现在也堵起来了 那堵起来怎么办呢 德州干什么事情 德州呢就跟路易斯安娜 这两州呢 好像斗志很聪明啊 这很像那个夏威奇很聪明 他就把他们呢 就分散开来 就一方便呢 就用火车送送 巴士送送 送到New Jersey 每一个车站 不同的车站 每个车站就 比如这个车站呢 丢包30个 这个车站丢包50个 再叫他们从车站搭火车 直接进入纽约市 不同的地铁 然后就把他丢到 纽约市里头去了 那也有时候呢 就一包飞机呢 就把他 一般飞机把他送到西卡哥 然后呢也是有计划 在当地已经安排好 他们的人马 他们的车子 他们的巴士 然后就把他们丢包在 芝加哥里头的城市 而边境有很多移民呢 现在 有很多悲剧的故事 比如说 有母亲 她在爬过铁丝网的时候 流血过多 不幸而死 有儿童在那个地方 就冻死了 就是她有非常多悲剧的故事 太饿了 然后就冻死了 没有人照顾她 但对美国人而言 你们就是非法 就是入侵者 然后德州 现在已经授权了一个法令 那目前为止呢 是被美国的上诉法院 禁止她 实施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 就是对于这个无证移民啊 你不可以直接的开枪 不准她做这些事 也不可以把她拘押超过20年 但是我们刚刚谈到 美国所有的繁华 而最繁华的城市呢 就叫做纽约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内战 而且内战的情况里头 最明显的出现在 美国最繁华的城市 虽然美国的石油全世界第一 天然气全世界第一 好像打了一场 最成功的石油战争 但现在在纽约呢 有将近全世界 最繁华的城市里头 将近9万人是无家可归 它创下的纪录是 100年来的纪录 所以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托磊丝和女友 以及两人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一起住在这间 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小套房 这是他们好不容易 等到的庇护所 这是基本上是我的厨房 这是他们提供的厨房 托磊丝21岁被赶出家门后 就在纽约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 他赚的钱付不起房租 只能住进庇护所 从只有一平大的小房间 到现在能看女友及女儿 住在这间套房 已经算是幸运 这对年轻父母正在努力存钱 如果能申请到政府补助 就能搬进一间 可长期落脚的公寓 但排在他们前面的人 多到难以计数 现在我们正在求帮助 进入房间 但现在已经花了一段时间 因为公司的监控 已经有很多状态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等待 要求帮助 官方数据显示 纽约市去年10月 有超过9万人住在庇护所 这个数字是2022年1月的1.4倍 在过去100年中 纽约从来没有过 这么多的无家可归者 这问题的背后存在很多因素 包括疫情期间 无数人失业 经济复苏力道不足 房价租金涨幅难以想象 它是很简单这些日子 因为这些问题 我看这个地区 有时候 甚至于我 当地买不给我 我看过来 我看过来 我会有更大厚房子 给了少钱 但今天 这些问题是 在控制 换句话说 纽约房市供不应求 是纽约人被迫流落街头的原因之一 而让情况更加恶化的 是疫情解封后大量涌入的非法移民 让依法不得拒绝申请庇护的纽约市 负载量报表 从2022年春天以来 已有超过16万人 涌入这座 用着大苹果称号的庇护城市 第一站就是到位于曼哈顿的 罗斯福饭店登记 并提出需求 朗恩说 约四分之一人会在24小时内离开 但留下来的四分之三 让纽约市非常头痛 现在纽约市的庇护系统中 有67000名外来移民 这个人数是可以容纳量的两倍 根本没有足够的住处可提供 只好想办法搭建临时帐篷 然而如果无法从源头控制人数 盖再多的临时收容所也不够 因为临近美墨边境的德州 不断送来一车车 塞满非法移民的巴士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 过去一年有320万人到美国寻求庇护 其中超过240万人 从美墨边境进入 共和党德州州长 不满民主党拜登政府 拿不出办法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出奇招 把移民送去各大民主党的执政州 为了减轻负担 并且拖慢德州送人速度 纽约市12月底对巴士公司 寄出行政命令 要求再送移民到纽约的 32小时前通报 且必须在固定时间 及固定地点下车 但是德州不持这一套 改在纽泽西州放人 并免费提供移民 直达纽约市的单程车票 Since we issued that executive order not one bus from Texas has complied not one there is the strategy which we believe is being directed by the state of Texas He's not on the side of right our country has always been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a country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we will utilize tho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stop what he's doing to cities in America New York is a city where we fight bullies 亚当斯在2024年的 第一场记者会上 大骂德州州长是恶霸 但他和美国众多地方首长 其实已经束手无策 因为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 有30万人从墨西哥进入美国 创下了史上最高纪录 亚当斯最想骂的 其实是拜登政府 And I think that we're making a big mistake that we are we're looking at the sink that's overflowing and not the fauce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needs to fix this problem We got 3,000 migrants asylums last week 3,000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ust fix this problem And that's you know I'm surprised our attention is not on the fact that this should not be happening to New York City Chicago, Denver, Houston El Paso, Brownsville, Texas This should not be happening to cities Biden政府官员向媒体表示 在美国的洽谈下 墨西哥政府开始解决 边境移民问题 并恢复将移民 遣送回委内瑞拉的航班 让边境闯关人数 明显比圣诞节前下降 但纽约市已经有大量 难以消化的人数 如果联邦政府不给钱 或是更多援助 纽约的庇护系统崩溃警示灯 短期内人无法熄灭 老实说即使这些外来移民 最后顺利留在这座 心目中的梦想城市 也很难保证 他们不会像土生土长的 纽约人通雷斯一样 得时时刻刻 拼命不让自己 或是下一代 沦为居无定所的 街头流浪者 我还有一家庇护的 我有一家庇护的 我现在找到 我们找到一个地方 然后就要保证 我都要保证 我都要保证 每个步骤 要保证 这一家庇护的 活动我从未曾经经过 中文字幕——YK